1月21号,电影《钟馗》抚摸在京曲版《奋不顾身》主题曲发布会 活动当天,刘欢极客军艺现身活动现场 因为歌曲迷幻的风格和超高的演唱难度被媒体调侃为新神曲 推辞刘欢却不大认同 近日,好声音学员姚贝娜的去世引起了多方的关注 活动当天,当提到姚贝娜的突然离世的消息时 作为一时一有的刘欢听到这个消息,表情立刻凝重了起来 据悉,极客军艺这次不仅和刘欢一起演唱了《钟馗》抚摸的主题曲 在电影中,她也饰演《蜥蜴精》以为一绝 因为是新人,而电影刚开拍就要上演怒骂陈坤的戏份 可谓是一大挑战 该电影将于2月19号《农历大年初一》上映 妈妈爱我 今天妈妈不在家 啊 圣元幽博,58种营养素 让妈妈的爱没有缺憾